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看不见那车开过去 离我们那么近的 你是女人要懂得保护自己 知不知道 我比你大 我还不会过马路了 比我大怎么 比我大不就是 女的需要保护 我保护你 是不是 没大没小 吃吧 就给我吃这个呀 还有这个呀 有什么区别吗 这是我们大中华 从古至今吃到现在的 粥 您呢 刚从医院出来 我要负责做的呢 就是帮您把身体养好 然后呢 我们把工作完成 这样您就可以 顺利地回到纽约了 您回到纽约以后 您想吃什么吃什么 把帝国大厦吃了都可以 我说你这个女人说话 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 可以啊 你想听好听的 那咱们把工作完成了 那咱们把工作完成了 你想听什么 我都说给你听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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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工作 你还知道点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CEA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多少钱啊 你这样说话很庸俗 那 那说点不庸俗的呗 嗯 你 为什么这么卖力地工作 说了你也不懂 说说呗 就当是 教育教育客户 因为乔纳森 乔纳森 我知道 就是你朋友圈转发那个 叫什么 谈判之神那个人是吧 你还真记得呀 他很了不起吗 他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那个时候刚进CEA实习嘛 然后什么都不懂 有一次乔纳森去上海分部考察 他就看了我的模拟谈判 他跟我说 谈判 不是阵风相对 是心与心的沟通 然后呢 那当然这句话可能 对于你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我来说 就好像一下子打开了 任多二慢 所以 我觉得是他 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 所以我这么多年 这么努力地工作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去 纽约总部 跟他一起并肩作战 原来你的背后 一直有光环照耀 您面前有粥快喝吧 一会儿凉了 上车 我都给她都给你消息 通过两个岛 也应该是水 那 стан吗 以后 你们要破咤详 我前面没有什么 为了庆祝恢复邦交 我决定呢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 上车我就告诉你 你快点吧 每次都要我推你 来吧 来吧 这是什么地方啊 极限运动场 室内的 能不能行 还这样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 极限一下吧 你刚从医院出来 那怎么办 我只要一到这儿呢 我就什么病都没了 空气里都是治愈的气息 你刚从医院出来 还是别做剧烈运动 你放心 我不会耽误你的下午 我保证 你那表情能不能别跟吃了苍蝇了 你跟我一块儿跳跳行不行 起来 你就是那只苍蝇吗 对对对 没错 我就是那只苍蝇 差不多可以走了吧 差不多 刚刚开始 走 来 要支是什么 汇 line 国份预演 慢动 eto 浮不浮 好 不服 从小到大 所有的比赛项目我都没有输过 厉害 那边有个攀岩 要是我赢了你 你就让我亲一口 你跟谈判专家用激将法没有用 敢不敢啊 你就别 你就别 但我说是 了 我准备我 就敢推出了 好 你去哪儿啊 我回家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刚刚那是 刚刚是个误会 我知道 我走了 拜拜